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的东春之交 中国男足在贺龙体育场迎来了与苦主韩国队的关键较量 回望半年前 高鸿波率领的高家军在首尔遗憾地以2比3负于太极户 此番回到主场 变化的不仅是阴雨夜的气温 不仅是银湖礼皮的走马上任 更是已经走到悬崖边的球队 背水一战的决心 陷于此境地 源于球队此前的糟糕表现 虽然他们在史阳奥提的诸维生中 占平了强大的伊朗队 但接连赋于叙利亚和乌兹别克斯坦 仅让中国队在五轮过后收获两个积分 欲想进军俄罗斯 难度着实太大 其实球迷们都深知 当时的中国足球 以及中国队所处的水平层级 很难在短期内有质地提升 不过是希望国家队站出态度 以及敢于亮剑的精气神 这注定是一场极为艰难 又意义非凡的比赛 3月23日晚 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 亚洲区12奖赛A组第6轮 中国队与韩国队的对决正式打响 李皮在排兵布阵上进行了调整 433的攻击阵 加之郑志 抛俊敏 张熙哲构成的技术竞争场 给予前方吴磊等人以进攻支持 银湖深知 在韩国队孙兴敏 因黄牌停赛而缺阵的情况下 几方的防线压力 会稍有减轻 唯有加强进攻 才能拼出想要的结果 从双方球员的频繁倒地 以及成功率较低的传球数据中 就能看出 双方在开场阶段的激烈程度 中国队打得有些急躁 开场8分钟内 连续三次越位 想直接撕开韩国人的防线 并非易事 韩国队则利用中国队被压缩后的 两个内部空间做文章 虽不能轻易渗透至罚球区 但外围的远射也非常有威胁 这场比赛 无论是李廷邪还是继承庸 他们在远射上的发挥都颇具水准 尤其是后者 他在下半时的多次远射 一度给增程 造成不小的麻烦 这场比赛 不得不提及防线上的张林鹏和冯潇婷二人 这对俱乐部里的老搭档 在比赛中展现出极佳的竞技状态 前者可以和张希哲敲出流畅的二锅衣 卯足了劲来一脚敲山震虎 后者可以轻松驾驭自己的过人属性包 抓住对手的防守空当长驱直入 汤的对手措手不及 当然 这并不妨碍他做好防线的工作 以及在比赛末段 因野鸿博的背袭和韩国人强硬理论 第29分钟 中国队的技术性中场组合发挥出优势 反击中 薅俊敏的快速套鞭 为吴磊拉开进攻空间 吴磊横向一领 心领神会的 为斜向插入禁区的于大宝 送出一脚直塞 几分钟后 当球迷们还在惋惜张灵鹏的远射 是否得当时 这波直接了当的脚球操作 直接点燃了整个贺龙体育场的氛围 从多年后今天回看 这个进球的意义 丝毫不亚于2013年亚洲杯预决赛 国足绝杀伊拉克的进球 相似的长沙贺龙体育场 相似的春分时节 相似的雨夜 相似的脚球进球 以及我们的福将于大宝 丢球后 韩国人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 池东元先是右翼摆脱防线 外围发炮 后有高高跃起的投球攻门 继续威胁球门 金珍珠同巨资者敲出顺畅的撞墙配合 若不是对手的射门不点没有调整到位 恐怕半场前的国足 优势已经被抹平 李皮的老辣与神奇之初 莫过于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当势地立刻大手一挥 换上攻坚能力较强的高中锋金信玉 夺取智空优势 已在更衣室休息多时的李皮 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他直接将封线上的无垒撤下 替补无锡搭档正志 组成双后腰 张希哲浩俊敏分裂左右 这个四四夭夭的阵型目的十分明确 兼顾两个边路及类部的防守 于是我们看到 替补出场的金信玉 没获得什么进攻机会 更多的是回撤拿球接应 以及陷入与冯霄亭 没方的缠斗中 想踢得更为直接的韩国人 找不到边中结合的办法 选择以小范围的渗透 以及拉弓远射 持续威胁国足的大门 状态正家的增长 不愧是国足的守护神 下半时 他接连扑出池东源 威胁性极高的投球 以及继承龙的远程发炮 力保球门不失 替补出场的无锡 门前堵出对手 志在必得的投球 球队的坚韧程度 和战斗状态可见一斑 虽场面上稍显被动 但从队员们坚毅的眼神中看出 他们对这场比赛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胜利的信念 也一点点加深 中国队在下半时 也同样拥有 不错的进攻机会 如在第67分中 边路连续传导 必得下你机会 倒三角回传至罚球区外侧 无锡的远射给对方门将 同样带去不小威胁 四季抓住对手防守的薄弱环节 提升反击质量 这是李皮在这场比赛中 亮眼的另一处 直至比赛最后一分钟 中国队仍有单刀反击的机会 如果此时在场的 是速度健常的吴磊 而非张玉宁 或许比分又可能有变化 当然 这一切都不如最终的胜利重要 对于九叔亚洲区预选赛 最后阶段的中国队来说 时隔16年再获得一场比赛的胜利 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经此一战 孔寒的阴霾似乎可以消散些许 重新争胜的信念再度坚定 即便最终没有获得 附加赛的参赛资格 但最起码 我们离重回世界杯的梦想又进了一幕 感谢各位的观看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评论或转发 感谢你们的支持 黑奶体育 为你们讲述我们记忆里的体育二三世